马路上的车流情形或是灾害现场的即时影像 在指挥中心马上就能清楚看到 而这画面正是来自救护车上安装的四个摄影镜头 除了车内病患的情形 车外的状况指挥中心也都能清楚看到 这一套灾情影像视讯系统是首次在港区里面建置 第一阶段是建置在四辆主力消防车上面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到救护车的出行频率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也就是扩充到四辆救护车 每一个分队有一辆救护车 也是同样专有灾情影像视讯系统 因科技不断进步 因此台中港务消防队指挥中心也数位化 建置了一套灾害现场数位传输系统 除了在消防车上装设镜头 现在更将系统延伸到救护车上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将现场影像传输回指挥中心 那这一套系统最主要就是说在行车过程当中 你可以全程的由3G来指挥中心来控制这个交通的路况 甚至说如果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故的时候 你可以能够有历史追踪的轨迹 另外我们还有在车内也有监控系统 比如患者他有一些重症的 我们可以透过指挥中心的救护教官来指导现场的人 如何来做急救的动作 所以我们建置这个目的是为了两个重要的目的 消防队也提到车内车外的镜头在录影功能之外 也马上传回指挥中心 比起以往只能靠无线电回报 现在清晰的画面能马上指挥救人 争取更多时间抢救宝贵人命 记者中文会台中场报导 至于更大